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跟各位介紹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 第一個是物理風化 好 以前考試會考 下列何者是物理風化 下列何者是化學風化 這種題目現在應該不會考的 當年學者考的時候也只考你說是什麼是風化 並沒有去分誰是物理誰是化學 那我待會會舉很多例子 一二三是物理風化 四五六是化學風化 你如果能夠分清楚誰是物理誰是化學很好 如果你分不清楚 最起碼你要知道一二三四五六都叫做風化 你要知道它是風化作用 以前說會考誰是物理風化誰是化學風化 很簡單 物理風化只有一種情況是物理風化 石頭蟲大塊變成小塊 所以它叫做風解作用 碎掉大顆變成小顆 只有大塊變成小塊是物理風化 其他全部都是化學 所以黏土吸水膨脹是物理還是化學 膨脹是小塊變成大塊 是不是大變小 不是 這是什麼風化 化學 不是化學風化 所以只有大塊變成小塊是物理 其他全部都是化學 那什麼東西會使得石頭從大塊變成小塊呢 第一個 水結冰體積膨脹 李化老師教過 然後 如果撐開來讓石頭碎裂掉 這裡寫它是最主要的作用力 所謂的最主要的意思指是它力量最大 這個力量最強 並不是表示它最常見 是它力量最大 那麼什麼地方這種 因為物理水結冰體積膨脹 產生的物理風化最常見呢 答案是零度吸上下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它白天是水 滲到石頭風裡裡 晚上結冰 撐開 裂開 產生新裂縫 白天再滲到裂縫裡 晚上再結冰 再裂開 這樣每天水滲進去 可以不斷的產生作用 所以會作用會最常見最厲害 而不是什麼南極啊 南極這個冰結冰就不在動 而且冰還熱脹冷縮了 所以要零度吸上下 這個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 你們的學長考試考過 復習考試考過 他問下列什麼地方 這種結冰的作用最強烈 不是我隨便講 那個五度到十度啊 零下十五度到零下十度啊 還有零下一度到兩度啊 哪邊最強烈 零下一度到兩度嘛 零度吸上下變化 這個你們的學長考 復習考試的時候考過 零度吸上下變化最強烈 這叫水結冰體積會膨脹 還有一個作用叫做 熱脹冷縮 膨脹收縮 像說膨脹收縮跟凹鐵一樣 凹久它就斷掉 它就碎掉了 所以收膨脹收縮膨脹之後 久它就碎掉了 可是這個力量很微弱 可以在他做實驗 把石頭加到好燙啊 顧到前面嘶嘶嘶嘶嘶以後 裂縫小到看不見 不過沒關係 大自然別的沒有 有的是時間 熱脹冷說一千年不夠 你就一萬年 一萬年不夠就十萬年嘛 十萬年不夠就一百萬年嘛 總有一天等到你 把你弄到碎為止 所以力量不強 沒關係 總會把你弄碎 膨脹收縮 熱脹冷縮 然後呢 造成了東西的碎裂 還有一種叫做 植物根的生長 這個應該看過嘛 地面上 平坦地面 砰 冒出一根小草 頂開 冒出來 對不對 植物的根 長在石頭裡面 植物根長大 卡 就把石頭撐裂 植物根的生長 好 我教了三個物理風化 一 水節 物體激膨脹 二 熱脹冷說 三 植物根的生長 我剛剛講過了 你記得它是物理風化最好 最起碼你要知道 它會造成風化作用 它會造成風化作用 學測考的時候 也只考你它是風化還不是風化 並沒有考你它是物理還是化學 OK 所以請你了解 以上所說的物理風化 OK